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は エルサです 大家好 我是ヤンさん 今天的动词变形系列呢 我们要介绍到动词的他形 或许有些同学呢 对动词的他形有点陌生 那我们一定听说过 什么什么ました 什么什么ました呢 是动词的过去式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动词他形呢 就是什么什么ました的简体形式 动词他形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呢 也十分广泛 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 动词他形的变形规则 以及五个动词他形的常见用法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在讲解动词他形的变形规则之前呢 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动词他形呢 我们不用从零开始记忆他的变形规则 因为呢动词他形和上次我们介绍过的 动词天形 它们的变形规则呢 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今天的课程呢 应该会比较轻松 好首先呢是一类动词 一类动词的变形规则呢 会稍微复杂一点 词书型词尾是 的动词发生粗音变 比如我们举例 词书型词尾是 的动词发生粗音变 变形 的动词结尾呢发生粗音变 下来词书型词尾是 结尾的动词呢,发生波音变,变的。 比如,死ぬ,变他形, 结尾,死んだ,发生波音变。 遊ぶ,变他形,遊んだ,遊んだ。 飲む,摸结尾,变他形,发生波音变。 飲んだ,飲んだ。 再来,死书形词位是く, く的动词,变他形呢,分别变, いた和いだ, いた和いだ。 比如,かく,く结尾,变他形, かいた,かいた。 泳ぐ,ぐ结尾,变他形, 泳いだ,泳いだ。 再来,死书形词位是 す结尾的动词呢,变他形,变した。 比如,話す,变他形, す结尾,話した。 那一类动词当中呢, 还有一个特殊的动词, いく。 那么刚刚有说过, く结尾的动词呢,变他形,变いた。 但是呢,いく它比较特殊一点, 它变他形呢,是 いだ。 いだ。 注意中间呢,有一个醋音, いだ。 那这个呢,我们单独把它记住。 好,因为一类动词变他形呢, 它的规则比较复杂一点。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张表。 好,首先, うつる结尾的动词呢, 发生醋音变,变, 醋音加た。 ぬぶむ结尾的动词呢, 发生波音变,变, んだ。 く结尾的动词,变, いた。 く结尾的动词,变, いだ。 四结尾的动词呢,变, した。 最后比较特别的, いく,变, いた。 いた。 那大家看到没, 是不是变他形呢, 和我们之前讲过的变t形的, 规则呢,是完全一样的, 只要把t变成ta, 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呢, 是二类动词, 二类动词的词书形呢, 我们说都是什么什么いる, 或者什么什么える, 结尾的动词, 那二类动词的变形, 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只要把, 词书形词尾的, る, 去掉, 加上他, 就可以成功的变为他形了。 好,我们来举例, みる, 变他形, 去掉る, 加上他, 見た, 見た, 再来, 食べる, 去掉る, 加上他, 食べた, 食べた, 好,最后呢, 是三类动词了, 三类动词我们说只有, 他变动词, くる, 和三变动词, する, 那他们两个呢, 是不规则变形, 我们要把它所有的变形呢, 每次单独记住, 首先, くる, 变他形是, き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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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半音有变化, 再来, する, 变他形, した, した, 那复合动词呢, 比如, 勉強する, 变他形, 勉強した, 勉強した, 好, 那动词他形的变形规则呢, 我们就介绍完了, 接下来呢, 我们会介绍五个他形的常见用法, 他形常见用法一, 表示过去发生的动作或事情, 我们来看例句, 昨天发生的事情是不是, 表示过去发生的事情, たべた, 动词原型呢是, たべる, たべる, 是一个二类动词, 那二类动词便他形呢, 去掉る, 加上他, たべる, 便, たべた, 昨日, お寿司を, たべた, 再来, 先週の日曜日, 家族で旅行にいた, 上周日, 我和家人去旅行了, 先週の日曜日, 上周日也是过去发生的动作或事情, 一旦, 动词原型呢是, 行く, 行く, 我们说他变他形呢, 是单独的变, 一旦, 先週の日曜日, 家族で旅行にいた, 动词他形常见用法二, 什么什么, あとで, 表示, 什么什么之后, 怎么怎么样, 那他的积蓄呢, 是动词的他形加上, あとで, 私はよくご飯を食べた後で, コーヒーを飲みます, 我经常在吃完饭之后, 喝咖啡, 食べた後で, 动词原型呢是, 食べる, 食べる, 刚才も讲过, 他是あれ动词, 便他信念是, 食べた, 再加上, あとで, 私はよく, ご飯を食べた後で, コーヒーを飲みます, 歯を磨いた後で, 寝ます, 上腕やん後睡觉, 磨いた後で, 动词原型呢是, 磨く, 磨く, 我们刚刚讲过, 一类动词, 四数形词位是, 苦的话呢, 便他信是, いた, 所以, 磨く, 便, 磨いた, 再加上後で, 磨いた後で, 歯を磨いた後で, 寝ます, 動词他行的常見用法三, 什么什么たことがある, 表示, 曾经什么什么过, 做过什么什么, 那他的接句呢是, 动词的他行加上, ことがある, 日本に行ったことがある, 我去过日本, 行ったことがある, 动词原型呢是, 行く, 行く, 变他信是, 一旦, 再加上, ことがある, 日本に, 行ったことがある, 子供の頃, アメリカに住んだことがあります, 我小时候在美国居住过, 住んだことがあります, 動词原型呢是, 住む, 住む, 入れ动词の文文, 结尾的呢, 发生不一遍, 所以呢, 住む, 変態式呢是, 住んだ, 再加上, ことがある, 那这里呢, 把ある便あります, 变成了定音します心, 子供の頃, アメリカに住んだことがあります, 住んだことがあります, 他信的常見用法4, 什么什么, たり, 什么什么, たり, 表示从很多数当中呢, 举出两三个代表性的例子, 那也可以使用, 一个, 什么什么, 什么, たり, 那他的接续呢是, 动词一的他形加上り, 加上动词二的他形加上り, 週末は買い物したり, 映画を見たりしました, 週末を去高屋, 还看了电影, 買い物したり, 映画を見たり, 那这里呢, 只是举了两个例子, 可能周末呢, 我还做了别的事情, 我还跟朋友见面啊, 什么之类的, 那这里呢, 只是举出两个代表性的例子, 買い物したり, 动词原型呢是, 買い物する, 買い物する, 是一个符合动词, 我们说变他形呢, 買い物した, 再加上り, 映画を見たり, 見たり, 动词原型呢是, 見る, 見る, 二类动词, 变他形呢, 去掉る, 加上他, 見た, 再加上り, 周末は, 買い物したり, 映画を見たりしました, 健康のため, 野菜を食べたりしている, 为了健康, 我有在吃蔬菜, 那这里呢, 只用了一个, 什么什么たり, 那为了健康呢, 或许我有在做别的事情, 我有在运动, 我还有喝牛奶, 有吃鱼类之类的, 那这里呢, 我只是举了一个例子, 有吃蔬菜, 食べたり, 动词原型呢是, 食べる, 食べる, 便他形, 食べた, 再加上り, 健康のため, 野菜を食べたりしている, 动词他形的常见用法五, 什么什么たばかり, 表示刚刚做完什么什么, 刚刚怎么怎么样, 那他的结束呢是, 动词的胆形呢, 加上, ばかり, 起たばかりなので, 何も食べたくない, 刚刚起床, 什么都不想吃, 起たばかり, 动词原型呢是, 起る, 起る, 二例动词便探索, 吃掉了, 加上他, 起た, 再加上ばかり, 起たばかりなので, 何も, 食べたくない, 10分前に, 覚えたばかりの, 単語, もう忘れた, はい, 那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啦, 我们介绍了, 他形的, 变形规则, 以及, 五个常见的, 他形的用法,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那如果大家对, 他形呢, 有什么疑惑的话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那如果大家, 有感兴趣的话题呢,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また次回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拜拜